一记火连把白沙队长吓尿,萧妍成功闯进内院,猎捕赛第一名奖励有多丰厚。 在斗阔年番最新的预告中,萧妍带领新生们反捕猎老生的火能。 一时间有不少老生队伍被萧妍赶尽抢绝,因此萧妍如同沙神一般,让老生们惶恐不安。 他们也开始组队,准备给萧妍一个教训。 缩笑、缩白、萧妍三位老生队长一起向萧妍出手,本以为要落个已多欺少的名声。 不料萧妍将所有新生召集到一起,几十位新生一起对抗十五位老生,不过老生的实力还是占到了上风,双方随即展开了疯狂的对决。 萧妍的对手苏啸,她也是三位队长中最强大,实力达到了六星大斗师,与萧妍起鼓相当。 在对战中,萧妍用出了师虎翠金银,让苏啸出现了短暂的师神,萧妍抓住了这个致命的破绽,轻松击败了苏啸。 就这样三只老生队伍被萧妍击败后,就只剩下最为厉害的黑白官沙队,而黑沙队的队长沙铁,拥有大斗师巅峰的实力。 就在萧妍要与其动武时,白山突然站了出来,因为她堂哥白成的原因,她与沙铁攀上了关系。 退出了小队,独自离开,面对少人的情况下,萧妍也只有硬着头皮,率领众人迎战沙铁五人。 但结局却是出乎意料,沙铁被萧妍的一伙搞得防护胜防,主动认输,手中的火能也被萧妍等人悉数瓜分。 其次是最为强悍的白沙队,而白沙队的队长罗侯踏入半部斗林级别。 虽然萧妍在人数上占据优势,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,这些优势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 萧妍也只能在此施展出小型的活怒火莲。 当小型火莲出现在罗侯面前时,也是把她吓尿了,但她却也准备强行接下这次攻击。 还好学院的长老及时出现,打下火莲的威势,突然白沙队长真要命分黄泉。 最后萧妍众人获得了胜利,然而奖励自然也是少不了的,除了从老生手中得到的火能,学院还奖励冠军清火金卡。 要知道,清火金卡在所有火能卡中排在第三位,不仅能让萧妍进入天坟炼气塔的三到四层修炼,还让萧妍免去了升级金卡的麻烦。 再加30天的火能,在新生中绝对算得上是富豪。 这一届的火能列不赛,萧妍成为最大的赢家,算的是盆满钵满。 对此大家怎么看?欢迎留言讨论。谢谢。